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滴答答的声音会严重影响到睡眠质量 即使你已经习惯了在滴答的钟声中入睡 在睡梦中神经也会受到干扰 难以得到真正的休息 尤其是圆形红色的时钟 不仅影响主人的睡眠质量 还可能使人火气盛 脾气暴躁 经常被床头闹钟惊醒会导致慢性压力 使人出现血压高 睡眠质量下降和压抑等问题 闹钟最好与床保持1.8米或者放在更远的地方 二 靠枕 有人喜欢把靠枕放在床头 睡觉时堆在一旁 这样对颈椎及睡眠都有影响 靠枕 枕头堆在一起会增加高度 这样入睡对人颈椎会有伤害 而且靠枕中会藏匿一些病原微生物 满虫 灰尘等等 被吸入口鼻中容易诱发支气管问题 最后 杂物繁多的床还会给人心理造成压力 同时占用空间 让人睡得不自在 三 绿植 绿色植物能够净化空气 增加含氧量 舒缓紧张的情绪 但夜间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会吸入氧气 放出二氧化碳 卧室里绿色植物越多 呼出的二氧化碳就越多 睡觉时关闭门窗 室内空气不流通 容易使人长期处于缺氧环境中 难以进入深度的睡眠 这样长时间下来会造成持续性疲劳 会降低工作效率 此外 土壤中可能隐藏着大量的霉菌 比如床头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 如过敏或哮喘等 如果需要绿植装点 可摆放少量的富贵竹等 水培植物或仙人掌科植物 4.收音机等小电器 任何电器都应该离床远一点 有些电器虽然体积小 但是辐射量却不可小关 比如收音机 手机充电器 小型灭纹灯等等 如果确实需要 最好将其放在远离床铺的墙角 插线板要至少离床头两米远 否则通电时辐射会变大 影响健康 5.橡胶玩具 制造玩具的聚律乙烯 会渗透林本二甲酸盐和铅 前者与荷尔蒙影乱有关 后者那则会损害神经系统 二者都会污染空气 6.毛绒玩具 毛绒玩具表面 极易藏饮灰尘细菌和甲醛 还有一些三无毛绒玩具 是用有害化学纤维填充的 容易使人流泪 起红斑 甚至引起呼吸道和皮肤的感染 卧室里不要摆放任何的毛绒玩具 尤其是不能够让孩子抱着睡觉 7.手机 手机的功能完善 不仅能够上网看书 还能够看电影的方便又便捷 可是与之完善的功能相同的 手机也暗含着巨大的辐射危害 即使是你睡觉之前将手机关闭 如果就放在你的就近的床头柜上 这种辐射的危害也还是存在的 很多人晚上都将手机放在床头上充电 然而手机产生的电磁波 就是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超过一定强度后 就会导致人头疼 失眠 气衰退 视力下降 血压升高或下降到 8.镜子 中国风水的地理学认为 卧室内不摆放镜子 镜子在风水学中叫光煞 是一种必煞的工具 镜子不光可以冲血气 正常的气它也冲 人的气在白天运动中可以得到补充 但晚上睡觉时气得不到补充 所以要聚气 床头更是不能摆放镜子 也不能够对着电视机或者是电脑的显示屏 因为从风水角度看 它们也是镜子 若是床头有镜子或者玻璃 就会反映出床上的人情 也就是人魂 这样一来除了会吓到自己之外 还会容易睡不稳觉 白天精神涣散 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健康 镜子有反射光 这是一种不良的射线 会造成神经衰弱 睡眠质量差等不良反应 如果镜子对着床 人在入睡时 本来气能就弱 此时最容易被镜子将体内的能量反射出去 容易头晕目眩 过去认为镜子对床会招鬼 这种现象只不过是镜子在夜晚的反射 刺激人的神智产生的幻觉 恐慌而已 玻璃 镜面 属寒 床头最好不要摆放过多的镜子 容易引起头脚争执 镜子放床头不仅会影响居住者的身体健康 和夫妻感情之外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主人的财运和子孙运 其他不宜摆放的床头的物品 空气清新劲 它不能够从源头清除臭味 秀出的化学颗粒还容易被人吸入肺部 改善室内空气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风 或者在室内放一些植物 听装食品 听装食品的包装含有双分A的环氧树脂 这种化学物质与荷尔蒙分泌隐乱 肥胖 心脏病等有关 最好吃海鲜 冷冻或者玻璃瓶装的食物 杀虫剂 农药残留中的有害物质会污染空气 还能够通过人们的鞋子带到地毯上 给家人健康带来隐患 瓶装水 塑料瓶中的化学物质会渗入水中影响健康 出门最好自带水杯 iPad 与手机相同 iPad等移动平板电脑也是许多人的喜爱 有些人睡觉之前会抱着iPad看些影视作品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或者随手把iPad直接扔在床头的 人大有人在 而iPad的辐射威力也是不容小叙的 手表 手表是看时间的好帮手 与闹钟虽然不同 不会在人睡觉的时候将人惊醒 但是手表特别是夜光手表也有雷辐射 经常佩戴或者是放在床头 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电视机 某些城市寸土寸金 新党的睡房面积都十分有限 如果床头近距离对着电视机实在不卫生 花 夫妻主卧和女孩子睡床旁边一定记住不要放花 尤其是艳丽的玫瑰或者桃花 美丽的花儿容易增加个人的运势 但是太艳丽的花放在睡床旁不太好 睡床是私密性很强的地方 这样容易招来桃花煞 夫妻很有可能出现外遇 影响家庭和睦 女儿可能早恋影响学习 金属或玻璃装饰品 金属或玻璃装饰品五行属金 气场比较肃杀 放在床头可能引起头痛 眼疾等 另外 尖角的或者三角形的装饰品 也不易放在床头 这些物品本身有煞气 直冲床头影响健康 神像佛像 有的家里会将神像佛像 或是祖先像摆在床头 飘窗等位置 但是啊 卧室是一个隐秘隐私的地方 对奉神共佛共祖先而言 则大不敬 因此卧室内一定不要摆放 神像佛像 鱼缸 不要在卧室床头上摆放鱼缸 因为啊 水族箱的体积不同于一般的鱼缸 散发的水气很多 会使室内的湿度增大 容易滋生霉菌 导致生物性污染 水族箱的气泵还会产生噪音 影响睡眠 沙发垫 沙发垫上面的尘满 霉菌数量和马桶 坐垫差不多 最好用羊毛及棉花制成的 而且啊 一定要经常打扫和清洁 香水 香水放在床头 香味不断挥发 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人难以入眠 造成失眠的情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